大家好,今天是2020年12月30日,今天讲一下美领使馆,在香港的美领使馆,我们知道在寿神山那里的物业,它还有其他物业的,但是那里是主要的。 那件事呢,就窩可了,原本就行龙系嘛,就是陈启宗那些,就打算接手的嘛,哇,那块地皮也不知多漂亮啊,就是你不要说,拆了它之后,把地产项目出来,哇,不止此数啊,所以它先肯用30亿左右,正确点说是25.66亿,然后买了这个美领馆,拥有的南区寿神山,寿山川道,37号物业,喂,这些简直是,就是,执到补了啦,损到不损, 但是很神奇啊,就是这个中国政府啊,那又跟特区政府讲,就说呢,这个美国政府如果要买卖的物业啊,60日前,就要经这个外交部驻港特派公署,向这个中国政府提出申请,那就拿到中国政府书面答复同意之后呢,才可以办你有关的手组,喂,香港不是自由买卖的吗? 为什么要卖这个物业的时候啊,竟然要取得这个中国政府的那个授权啊,那所以啦,你又知道怎样啦,就是你,如果想着拿BNO,那跟着去英国的时候啊,이지,sorry,你要卖房的话呢,就要,那今次可能不是外交部啦,中国楼房部啦,那就要取得这个书面同意啊, 然后六十日前申请,然后你才可以卖走自己的物业 不知道会不会这样的,现在那个外交使馆就是这样的 无论怎样也好,这单买卖就已经窩可了,至少没那么顺利 那有些,我也不知道那些什么学者来的,就是不是雷鼎明那些 就说,这件事就反映中美关系非常恶劣地说 那个学者不知道是谁来的,他预料美国总统 他这个政治不正确,打完后任两个字,就说拜登上场之后,就会有转机 学者都这样认为,当然了,拜登上场之后,直接可能在香港那里买多几十套物业 跟着放在那里做外交使馆,就会取消贸易关税 以及开放中国学生申请去美国那里做学术交流 同时之间,喂,你搞了这么大堆东西出来,不用赔款了 所以美国到时,可能都要赔回几千亿给中国,哇,真是正,是不是 这个拜登已经磨拳策掌,等待着这个黎明的了 而全国港澳研究会理事,那个是宋小庄 就说这个呢,很明显是一个反制美国的措施 那当然了,你直接冻结了别人的资产 别人是,就是了,你不要说什么书面申请 你直接冻结他的资产就可以了,啊,说完啊 就是美国搞风搞雨,很应该直接是 将他整个物业冻结了,驱缸他的外交人员 以及啊,就将在香港的美国僑民全部捉完才是的 不过暂时来说呢,就没去到这一步 就是宋小庄那样跟他说,如果啊,大家很谈得埋的时候 那你要卖这些物业啊,各样啊,程序方面当然湿湿碎啦 那个意思是什么啊,如果关系不好的时候呢 就可以不断加这条款下去,等你卖不成啦 吹啊,啊,所以你那三十几亿呢,那就抱歉啦 啊,我不让人跟你买,是不是洗智脱手啊 那结果了,三十几亿都拿不回 宋小庄还说,现在呢,变成,就是这次啊 阻止他这个收售物业,是犹豫情戒美方的表现来的 是成功地作出反制,那宋小庄说的这个是 而宋小庄也说,行龙地产作为上市公司 你自己会做的意思啊,我说了那个主题句 他后面一样的而已,都是这么说 他说什么啊,行龙那些都会害怕的嘛 上市公司是不是呢,你做商业的而已,搞政治干什么呢 所以可能怕啊,买卖那些物业呢,就会引致后果 啊,豁住啊,真的 不排除可能啊,就会被人取消交易啊 啊,如果啊,卷入其中就会蒙受损失 而如果拜登上场的时候啊,实际上,可能更加好价啦 就是他要兜售美国那个使馆的时候 就是可能他可以减价卖给你啊 就是你喜欢的拿去咯,免费送给你啊 当赔偿怎么说啊,那所以啦 其实行龙是,他大概是这样的意思啦 啊,都应该等一下啦,因为他这么说的嘛 啊,拜登上台之后呢,中方的政策可能有所转变 预料拜登啊,就会优先处理国内疫情失业等等的急切事务 而寿神山那些交易啊,在未来几个月拖着先咯 啊,等到谈判方面啊,缓和了下来了 那你再卖物业各样的那些都未迟啊 那到时才进一步发展咯 那跟着呢,啊,就是这个,龙騎士 啊,袁尼昌啊,还是龙騎士啊,什么都好啦 就是,早前说,好像说,想移民美国那个啊 啊,你立法会议员,不是几好吧 啊,那些人传而已,不知道是不是真的 啊,但是这个,龙騎士啊,袁尼昌啊,战略研究家啊,他叫 有课这样的东西,读的吗 那他就说啦,这个美国啊,提前六十日 要向这个外交部驻港特派员工厨 对口单位,又向中国政府提出申请这些呢 是应有的做法啊,啊,他不依足程序 那不知哪里突然间弹这条程序出来啊 就是你早前啊,又不说 那等别人的行动拍了板你才说 你如果没有跟到程序那天就应该说啦 啊,不过没有,这条可能是 昨天定的,总之你不行 啊,那就冻结了啦,喂,这个好事啊 啊,就是说明,啊,给你美国听 怎样啊,想在我岛拿回30亿 你不用指意啊 就是他这里呢,就说得很隐悔的 他就说呢,可能双方,啊,包括中国和美国方面 啊,都打算看定些先 啊,那就看一下拜登上场的时候 有点,简单说就是啊 啊,不想造成一个叫做不可逆的转变 就是拜登上场,你设计了外交使馆 那到他要回来的时候,又很烦的嘛 意思应该是这样啦,简单说的 就是你帝市,拜登啊,可能走来香港的嘛 啊,到其时啦,你铺了红帝尖 去迎接他啊,各样的时候 你都要有个使馆啊,各样的去迎接的嘛 哎,那瘦臣山迷刚好啦,是不是啊 铺了红帝尖啊,摆住一箱箱那些 黄金啊,珠宝啊,首饰啊 那去宴请他的嘛 啊,那跟着,当然啦,当然是 立心口的啦,喂,你搞到我鸡毛鸭票,是不是呢 之前那些关税各样,啊,你很赔偿的啊 不赔偿,就不肯过你啊 那拜登就会做的啦,到时,是不是呢 他一直都是很会做的人来的 那所以目前,这宗,这样的 瘦臣山,物业凍结案 暂时就只会拖,拖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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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拖 EN От же 多多了几日 喂,其实都是啦 我们这些食花生的、一直都是讲的 都还等到1月3号啦 那看他怎么 我们都食花生,他都食花生而已 就是他都拖几天啊 是不是这么说的,不赚再那几天啦 所以,目前给美国领事馆,出现的 建议,当然就是 你就书面申请咯 寫几封信 套茨呢,麻烦有礼�e 一些 然后啊,才容许你去走的 不过,就是,会不会你说写了信之后呢? 又reject了它呢?reject的理由不用说给人听的 不让你卖有多奇啊,对不对? 就是如果要给它卖的时候啊,不用程序都卖到的啦 你那个外交使馆又不是值30亿 only? 那神奇在于美国的外交使馆职员 难道就不清楚这个要变卖外交使馆时候的细节的吗? 他买那一阵市啊,有没有这个条款写了进去将地契啊,各样里面的 如果有的时候,到底是他不清楚这条款 还是连这个地契的条款里面呢? 都突然之间,加了一些叫做什么? 特别物业买卖条款啊,那你突然加下去的 那没有的,都是指责这个美方的 不熟悉条例啦,你说知我几时加,是不是? 就是就紧的嘛,七月时候啊,国家都加了很多不同的国安法下去啦 你不好好认识清楚,那我觉得啊,在香港来说呢 就应该设立一个个的美国外交人员学习中心啦 就是叫他们去我们那些外交人员学习中心那里 去学习一下,让他们知道一些规矩 哪个呢?不合格的时候就不准毕业 而你没有这个认证的时候呢? 就是他就不是一个中方认可的美国外交人员 那到时就叫拜登再选择咯,是不是? 我说知他选择那些什么苏利文也好 牛利桑也好,什么都好啦 但其实啊,这件事对于香港政府来说呢 我自己这样认为啦,有百害而无一利啊 很简单而已嘛,他卖了那个寿神山那边啊,那个物业 那里牵涉到的是三十几亿啊 那三十几亿啊,其实二十几亿你当三十亿啦 要交拟迁,交着印花税,交绩铁卡压的嘛 那更买卖的时候也有佣金修的 佣金方面啊,又会转过去变成一些税收啦 对特区政府的富房是有益的嘛 利大于弊的嘛 更何况,如果美国方面一意沽行 是想断交的时候的话呢 那他不派完 只是留下空穴在那裡 老实说三十亿对他来说又不是多少钱 那如果他一意孤行要断交的時候,他不派完下來,那你都催不上的喔 就是他可能開放美國領事館做遊樂場咯,又或者做鬼屋咯 很明顯那間鬼屋來的,你美國領事館不是Hunter House是什麼? 你不出奇啊,如果亂來上場,他可能要求外交豁免權 那結果那個壽辰山村,你說裡面會不會變美國駐港的山草藥基地呢? 不出奇的喔,但是早不講前不講,突然間最近剛剛才講 肥佬黎也有得保釋的時候,似乎你見到是什麼? 開始拜登的威力慢慢顯現了出來 就是中美雙方的關係,開始已經進入新的時代了 就是瑜伽似漆,唐痴斗,那就好好認識這個真相 那到其時,那些異見分子,那你就抓得就抓抓捕,大抓捕,301大抓捕 以維護這個國家的安全,那拜登那些就自己會做啦,是不是? 那你美國領事館啦,遲下,可能有得升值呢,你就不要走著啦 凍結你的資產,其他東西? 嘿,慢慢談得的啦,談一談就談得醒的啦 就是這樣啦,好,今天講到這裡 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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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到...